我现在带大家看看他们这边的小区里面的环境 这个小区其实也蛮久了 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应该有 然后电梯房 在小区里面大概也有大大小小有十几二十栋 离县城大概也要个十几分钟 他不在市区不在县县里面 再稍微有一点点近郊 当时可能我姐他们买的时候才30 就是毛批房 毛批房就是什么都没有还没装修 没什么的那种毛批房 大概是36万 我记得应该是36万 装修就凭个人 有的人装20多万 有的人装30多万 都不一定 有的人装十几万 先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这边环境挺不错的 挺好的 现在这边一套的话也要卖个九十几万 当然也是看平方了 看你的平方大小 现在我姐他们应该是100多一点的 能卖到90多万 可能一平方大概 现在也不懂得到底多少钱 大概八九千 现在去农湖看一下 里面农湖的风景还不错 都是这种10楼 大概都是10楼 12345678911层楼 可能基本上都是11层楼高的 他这个小区还是比较早的了 但是买这小区的时候还说这边太远了 说乡下乡下了 其实现在这边小区挺好的 交通也蛮方便的 骑车的话 或是坐公交的话 10分钟就到县城了 什么都有 看到对面的房子没有 这边有一栋 那旁边还有好几栋 那都是烂尾楼 放了那好多年了 就盖着这样一半半的 也没盖起来 反正就冷在那边 没能管了 可能是当时投资商投资了以后 都跑了 所以说楼居了 那也没能管 还有对面那一片全部都是烂尾 我一会带你们看一下那一片房子 别墅 那么好的别墅 都变成烂尾了 什么意思 哈喽 嗨 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我准备到我二姐家 去住几天 到他们家住两三天 然后过两天 准备回富州去 去看我婆婆 然后我婆婆她是 已经通知那个了 已经通知问话了 是我这次回来了 就是准备把她 带出去 问话如果准了 到说问话如果准的话 我这次就可以把她带走了 就带出去了 然后问话之前 她 旅行社说的要先做个体检 已经约好了24号做体检 再过两三天 再过两三天 我提起两三天回去 然后到时候陪她一起到福州 去做体检 体检做完之后就是下个月 4月13号 我要带我婆婆去广州 去问话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很多手续我们也搞不太懂 所以说我们就是请的那个旅行社的 帮我们办这种手续 就是全全交给她了 我们付一点钱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到底 像我婆婆这种办移民的话 到底 需要什么材料 然后过程是怎么样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我准备去我姐家 我现在来的他们这个地方叫龙湖天城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龙湖 就是我背后这个龙湖很漂亮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这边风景很好 夏天的时候很凉快 这边就是龙湖 龙湖这边很多别墅 这别墅都已经是 应该是属于烂尾楼吧 看对面那几栋楼 全部都是烂尾 这一片 这一片全部 这一片全部都是烂尾楼 这别墅已经盖了好久好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入住 只有这一栋好像是 前面这一栋好像是有人 有人 搞的那种什么酒店吗 什么度假酒店 可能就这一栋 其他的都没有入住的 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 就是我疫情之前回来的时候 都已经盖了好多年 可能有 七八年或者十年左右了 然后这边有个龙湖很漂亮 他这边也有个战道也很漂亮 有时间的话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边 这边房子就是我姐 他们住的龙湖天城 一会带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我姐他们的房子 当时买的多少钱 有多大的面积 看对面的两栋大楼 这一边一栋那边一栋 都是烂尾楼 已经很久了 放在这里 起码有十几二十年了 跟着的房子都差不多时间 跟着旁边的房子都差不多时间盖了 可能会玩个几年 起码也有十几年了 然后现在就圈在这里 也不懂得怎么弄 发现很多这种的房子 带大家去买的房子 是看灯光秀的地方 这里面水上面这个都是灯光秀 白天它不会开 晚上可能7点8点的时候 可能这边会有灯光秀 音乐喷泉 它叫音乐喷泉 每周一至周四 8点半 周五至周六节节假日 7点一场8点一场 两场 看这几个大柱子 新天大柱 然后那边你看 这边好多烂尾楼 带你们看一下 这边连着几栋 有四五栋 有全部都是烂尾楼 不知道为什么烂尾了 为什么政府不给它整理出来 然后拿去卖呢 这样烂尾掉多可惜啊 看一下好漂亮哦 而且震震花香 超级香啊 好好玩 今天天气不好 天气好的话 应该照着一个好看 这边长得好一点 全部都长到中间来了 哇 这边真的一片都很漂亮 我们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边的 我们在这边做 我们在每个地方做